神赐福利 今天是2021年5月15日,星期六的早上 我只想说,有健康好的身体真的太好了 世界各地,很多弟兄姊妹都有病 有些人在医院,有些人在家里 有些人在医院,有些染上新冠状肺炎 但你们请记住世界各地基督的辛苦 无论他们身在哪里 都请主安慰他们,并在这个时候和他们同在 现在,我将会读取白鸿汉带的引述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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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身上遇到的都是同一个火柱 就是我们今天解释圣经的那根火柱 神的华语 这些绿音带 令我们每一天都变得更像神 我们生活在神的同在之中 当我们与神同行 并且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们就顺应了神的慈福的形象 小孩子们 你再不会在面线后面 神已经全上贯注于你 我们不再在面线的背后 我们可以看到祂的全面 我们一生在各地团结在一起 聆听人子对我们说话 并显示神的道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全面包 这是信徒的食物 只是给真正的信徒 其他人可能想要不同的食物 但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已经表明了 神将祂的道 全给一个人 而不是一群人 一直以来都有一位先知 与主的道一齐出现 在每一个时代 在每一个时间 判穿了整个圣经 道合而为一 从头到尾 在每一个时代 甚至在教会的时代 都一样 其他人有他们的位置 这是正确的 但要远离火柱 我们想神的声音 要被记录 并放在阴带上 不需要说明 不需要解释 不需要解释 只需要纯正的道 隐藏的Mana 就像希腊人想要神一样 神就站在那里 就在他们面前 他们也看不到神 新郎进入了肉身 正在把我们团结在一起 道和神的教会 我们现在合而为一 这是人子耶稣基督 再次在人的肉身中显现的表现 神团结了我们 将我们带到 神为新娘 准备的婚礼 还原上 请听着小孩子们 你就是被写成文字的道 天父今日 已经给了你 祂自己的启示 现在 神已经给了祂自己的 完美的道的新娘 自己的启示 说出祂的道 你将世不可当 这个信息 是神自己的完美事工 不是某个人 不是那个时代以来的某些中牌 而是神自己 彰显了自己 圣路加福音 十七章 三十节 巴拉基书 第四章 启示录 十章 七节 希伯来书 十三章 八节 如果您正在尋找其他东西 或者其他东西 来向您展示更多的信息 这样 您会错过 这个阴大上的东西吗 回到原始的道 完美的道 不是我 不是你的牧师 而是这个道 这个信息 这些道理那么大 因为他们 是唯一被证明和证实 神的声音 快点来听下这个声音 这个星期日 杰弗顺慰二时间 下午两点 我们团结在一起 聆听神 对祂的新娘 出出了祂的信息 神揭开拍子 老奄大编号 6406-14M 约失白南汉帝 在听信息 前要阅读的经文有 马太福音 24章 24节 圣奴家福音 17章 28-29节 圣约行福音 14章 14节 高林多前书 12章 13节 高林多后书 3章 6节 至多林多后书 4章 3节 斐立比书 第二章 1-8节 提摩太前书 3章 16节 希伯来书 13章 8节 启示录 10章 7节 以及19章 3节 出希腊记 第19章 和第20章 弱尔书 第二章 二十八节 马拉基书 四章 五节 这总结了 约失伯南汉帝卿 在印第安纳州 杰弗逊维尔的来信 这是给全世界的 圆神 保守你 直到下次 愿你平安 愿你平安 导致 二十八节 一遍 五节 四十八节 男的